台湾南陀三連西 賞牡丹 第三集 三連西栽培的牡丹 是目前台灣最具規模的栽培牡丹的地點 它每年都有牡丹發展 也是三連西最重要的觀光的 招覽客人的資源 三連西在台灣南陀三區裡面 由竹山西陀再進去 經過如九彎十八拐的山路 直接到三連西 那個地方海拔大概將近快要到一千八百公尺到兩千公尺之前 氣候還算可以栽培牡丹 這些牡丹都是從日本進來的品種 那日本也都是研製中國 中國地區是牡丹的原產地 那牡丹呢 是屬於木本的灌木 小灌木 它有木本的這個枝幹 然後金人生的部分是像草本一樣 牡丹花開的時候 這個不僅它具有香味 而且花容非常的艷麗 雍龍滑貴 真的是花中之王 三連西展出的牡丹大部分都是盆栽的 那它這個平常都是比較深山裡面更涼冷的地方有栽培場 等到花要開的時候 再把它搬到三連西的牡丹花展示場裡面 讓人家觀賞 那開完花會再搬走 用盆栽的話 就這個容易搬運 牡丹花的這個品種啊 非常的多 經過這個歷史上那麼多年來的這個品種的改良 那花形也是很多種 有的花瓣比較少 有的比較多 那有的是這個包起來的 有些是散開來的 那台灣本來是因為氣候的關係 本來就不適合種牡丹 那後來經過這個政府的這個 最早是林務局的引進 然後民間像魯三連西啊 或者是阿里山啊 梨山這個清淨農場也有局部的小規模栽培 那這個是 林務局的小規模核 在美國丹佛地區 民間住家這個栽種的燒藥 那燒藥跟牡丹 很不容易分辨 因為它的葉形 它的花也是很有變化 也是中國的名花之一 那燒藥純粹是草本 所以看到燒藥 有很多都是這樣子 一堆躺在這個地面的感覺 牡丹它就會高高的長高 那燒藥呢 是在春天的時候 從地裡花芽長出來 現在看到的是大陸的這個 北京拍的這個燒藥 那燒藥的葉形呢 大部分都比較稍微瘦一點點 瘦藏型的比較多 很多盆栽的牡丹都用燒藥的根部 架接在燒藥的根部來繁殖 牡丹的繁殖呢 當然品種的改良是透過這個授粉 交配 由種子來繁殖 產生新的品種 那另外就是有些牡丹是用分珠法 就是從那個拔起來之後 把它分開來 比如說有長一寵 就把它分開來再種 那最大部分的都是嫁接 那嫁接都採取燒藥 因為燒藥的這個 生命力比較強韌 燒藥呢 它每年都在這個 冬天的時候 它完全在地面 你就看不到它的棕影 它上面的都枯萎掉了 那等格連春 它又從它的這個肉質的根部啊 又花芽長出來 牡丹的根也是屬於肉質根 那牡丹的這個枝幹根部都可以入藥 而且它的這個枝幹根部都有一股香味 很特殊的香味 當然花開的時候 也是蠻香的 那據說呢 在中國大陸的秦嶺地區都還有野生的 還會發現到野生的 原生種的牡丹 那牡丹呢 自古以來 中國的這個文人啊 都喜歡來作詩啊 或者是畫家 都拿來當畫畫最重要的這個長畫的題材 那這個古人啊 曾經這個對於牡丹有很多的這個讚譽啊 比如說這個稱 山葉若陽花如錦啊 春風得意灌情方 因為牡丹花是花中最願意最大朵的 這個像唐朝有一首這個寫牡丹的詩就是 那牡丹花呢 在古代的洛陽地區是很有名的 所以又有一首詩啊 我們經常寫著這個洛陽紫櫃啊 都是因為畫牡丹的關係 還有就是有一首詩寫著 洛陽山葉花如錦 五色冰紛氣象心 日立風和春更好 香寧富貴滿元春 聊天 os不滿場 那这个牡丹花的中间的地方 就是长种子的地方 它的花蕾啊 都是集中在中间 不像这个芙蓉啦 或者是茶花啦 它的花蕾有时候是分散开来的 牡丹花花开的时候 真的是赏心叶木 那牡丹呢 这个我们常称 这个牡丹能要绿叶秤 牡丹的这个叶子的结构也是跟一般的不大一样 那它的这个叶子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有个叶柄长出来 在对称的分叉开来 变成三叉 然后九片的叶子就是每一个分叉出来 有这个三组的叶子 那叶子呢 那叶子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叶子 一片的叶子 有时候是叶成 像是个四片 有些三片两片 这个叶子的结构呢 这个叶子的结构呢 中间稍微胖一点点 那我们画牡丹的话 就是一定要先来观察牡丹的这个自然生态 观察牡丹花的这个结构 艺术的表现 是真善美的结合 那这一次我们要教学的是双勾的牡丹花 然后再染色的 所以是双勾色色牡丹花教学 那如果不染色的话 这个叫白苗 那白苗再上色 叫双勾甜色 或者双勾色色 那我们准备的是生鲜籽 生鲜籽就是会吸水的籽 会晕开的籽 那主要取其末印比较好 比较有韵味 那我们不用环籽来画 环籽就是不吸水的籽 就经过胶跟明环照一定的比例 然后这个明环水来环过的籽 就不吸水 那我们勾花瓣的时候 用蓝类苗的方式 所谓的蓝类苗就是 线条要有粗细 那我们在印比的时候 要有轻重的变化 跟快慢的变化 这样的话 这个画出来的花 才会比较生动一点 那花瓣都是一圈一圈的 所以我们先把最前面的 这样一圈 先处理出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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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画非常注重笔墨 所谓的笔就是点跟线的运用 所以国画在这个线条上呢 它这个特别的讲究 那墨呢是属于墨韵这个层次 它是属于面的变化 有笔有墨又称作有骨有肉 笔是骨架 墨则是像肌肉一样 那这个笔的地方是属于钢的部分 钢墙的钢 那肉的部分是螺合的部分 这个也符合这个中国人称的中庸之道 刚柔相继 那自古以来呢 我们这个国画界的这个至今 都被为这个推崇的一句名言 就是要外思造化 中德心言 那外思造化 造化就是大自然 它的意思就是要以大自然为师 所以呢 我们要透过观察与血生 了解植物的生长的这个自然生态 这样我们画的这个发挥才会 实际上的成生长的发挥 而不是这个平宫内造的这个从来没有的这个新品种 那画牡丹在自古以来大家都喜欢它的颜色艳丽 颜色漂亮 那古人有所谓的这个 买胭脂来画牡丹 那颜色漂漂亮亮的 真的是外行人看热闹 但是内行人可是要看门道 看你画的结构对不对 我们现代人来画国画就要有一种这个要有合乎生态的这种观念 我们要把以前国画界尤其画血液画 我们要把积飞成世 四四而飞 积飞成世的这种不好的这个习性要把它改过来 因为现在知性发达 看过牡丹的人 不像古代 这个很少人见过 现在呢 这个到大陆去到国外到日本都经常看得到 台湾自己都可以看得到 那懂的人知道它的越来越多 因此呢 在这个我们在画的时候 第一个它的结构绝对不能违反它的生态 所谓艺术的这个就是真善美的结合 这个真 绝对要顾到 然后我们要善 要美 我们要有所选择 选择比较好的姿态 好的发型 漂亮的发型 可以比较录画的姿态 再画到画面更赏心悦目 增加美感 画家透过艺术品 透过画面 让观赏者能够产生共鸣 然后也让观赏者了解你 这个画家作画的这种美的一种 这个表达 那这个也合乎我们古人常讲的 要天人合一 也就是外思造化 中德新年的这个结合 我们在割热花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花瓣 都要集中在一个点 那个中心点就是这个 花的枝干跟花朵交接的那个点 那这样你画出来的花 就不会这样子松散不扎实 那这样你画出来的花 我们现在用浓墨加出这个花的中心点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将来要结种子的地方 我们用浓一点的墨把它画出来 然后我们接着要来调绿色 准备来画叶子 那叶子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用羊毫来画 因为羊毫比它沾水 含水的性质是最好的 而且柔软 画叶子的话水分比较湿润 比较有叶子的那个韧度 湿润的韧 牡丹的叶子呢 牡丹的叶子呢 我们要注意它的结构 它有时候一片叶子会列成三片 两片甚至有四片 而且要注意它一组一组的结构 当然我们画的时候这个颜色我们先调嫩绿色 笔尖再沾花青 那这样的画出来的绿色调本身就有浓淡的变化 就是色调不同的变化 我们下笔的时候 刚下笔比较轻 然后再重 然后再收笔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表现出它的叶型出来 比较靠近花的地方的叶子比较嫩一点 所以就比较黄绿一点 那底下的地方就稍微花青多一点点 让它的叶子有这个成长的先后的感觉 牡丹的叶子呢 它中间的部分会比较宽一点 等于是两头的这个 跟中间的粗细会比较大一点 勺药的叶子呢 就整个比较瘦长一点 但是它的结构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勺药还有一个特征 它一个枝上可以分叉 开两朵以上的花 但是牡丹的话 就是一个枝长出来的 春天长出来的一个枝 枝头上只开一朵花 不会有两朵花 不像说荷花有所谓的 这个一晶上面是开了两朵 好像双胞胎一样叫做并地莲 这个以前在清朝的时候 这个 这个 慈禧太后的时候 还有这个并地莲献给慈禧太后 表示一种急躁 那以前台湾台北市植物园的这个 南海路植物园的这个荷花植也曾经开过并地莲 很多摄影家都跑过来这个抢镜头拍照 因为这是很难得的 但是牡丹绝对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一个枝干上只能够开一朵花 那烧药就不同 烧药就可以分叉 然后开两朵以上的花 或者还有花苞 另外牡丹跟韶药的差别就是在冬天的时候 这个牡丹上面的枝叶都掉光都不见了 但是它还留有木质布的枝干 这是牡丹 那烧药的话地面上都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了 那当年长的这些枝叶啊 全部都已经腐烂掉了 都掉光了 我们趁着胃干的时候 我们就加叶麦 那这样在胃干的时候加叶麦 那这个线条会跟这个我们画的这个叶子融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这样比较自然 假如干了再加了 那个线条就会比较生硬不自然 那我是趁着这个 这个三四月牡丹花开的季节 到山林西去写生欣赏牡丹 然后顺便特别制作这个教学的饰品 那希望这个能够让有心学习的或者欣赏的人 更加深度地了解牡丹花的结构 跟如何欣赏牡丹花 我们现在这边要准备再做一个花包 先把这个花的二片 花托先画出来 现在再补了四个叶子 补叶子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苏命 我们现在要勾出 也是勾出花包出来 把这个花的三片给了两片 现在要勾出之后 这边的三片 和这边的大花 在三片里边的大花 那像這樣白苗的這個牡丹 比如說我們要畫白色的牡丹 畫在這個白色的仙子上 那還是要用白苗 就是雙鉤的方式來畫出白花出來 然後再用淡淡的綠色來染出 它的花瓣的明暗 那我們盡量盡量不要用到白粉 這樣子的話畫出來畫比較淡雅一點 我們畫牡丹就是要畫出它雍龍華貴的氣質 我們現在先用綠色 把這個花心的這個要長腫頰的地方 我們先染起來 然後接著我們毛筆調這個玫瑰紅跟楊紅 來染這個花瓣的深淺 筆尖沾得比較深 因為是生鮮紙 所以我們一染的時候就要分層次出來 我們畫完葉子 剛剛鍋的這個花瓣的線條 也已經差不多乾了就可以開始染色 那花心的部分我們就染得比較重一點 它是凹下去的地方 那畫染色的大原則就是凹進去的染暗 凸出來的流量 由於是生鮮紙這染色 第一要注意不要讓它暈到線條外 第二呢 就是暈筆的時候 這個毛筆沾的顏色一定要有濃淡 然後剛染的地方比較暗 然後慢慢顏色越來越少就越來越淡 顏色是要直接銜接地染出它的明暗出來 染色的時候就是要細心 這樣才能夠把顏色染得層次分明 好嗎 小心 画花会用的颜色会比较丰富一点 有各种不同的色调 所以我们调色盘可能比较轻便一点 就是买塑胶的这种梅花盘就够了 都买几个可以来应用来调出各种不同的色调 但是呢软色调跟含色调一定要分开来 调软色调的碟子就是软色调的 调含色调的碟子就是含色调的 这样的话颜色比较不会混杂而弄得混浊或脏掉 我们现在染的这个花是要染出粉红色的花 这样的话颜色调的水调的碟子就是 我们现在染的定属队被迫击得同时 我们现在染的这个花是要确定的 那你会自己在上面的这种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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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